那么还有一部李克兰电影 也和这个待遇差不多 就是徐浩峰的《师父》 这师父这里边的演员 廖凡和小宋江 可以说也是实力派演员 那么这个徐浩峰 他不是一般人 他在这个武侠电影上 相当有这个噪音 这个徐浩峰 他参与了很多大武侠片的拍摄 你看《一代宗师》 《道士下山》 这些本子都跟徐浩峰有直接关系 你看我们以前一说这武侠电影 很多人觉得武侠电影招人看 怎么这个徐浩峰最后拍这师父 票房五千万出头 在贺岁党里头 等于就积极无名了 那么徐浩峰和陈建斌不一样 为什么这个李克兰电影 两个不是一回事呢 陈建斌那个李克兰电影一个勺子 是我的精力都在打造电影的扎实元素上 我没有多少精力来迎合市场 而这个徐浩峰呢 他知道这市场需要啥 我就不那么干 我耿着脖子坚持我自己的 你看徐浩峰拍这个师父 这里边 廖凡和宋家 他讲的武行的一些规矩 一些江湖义气 这里边本来呢 也有一些迎合市场的点 你比方说廖凡和宋家的激情戏啊 比方说请了老戏骨金时节啊 演艺一点很有幽默色彩的场景啊 这都是市场化员 但是更多的时候 这个徐浩峰坚持的是 你市场这样我不媚俗 我就坚持我的风格 他的风格是什么 酷 冷 硬 干 就是我要拍男人的东西 武侠是男人的世界 就像战争上女人走开一样 我这里头没有多少儿女平常的政大 我要把这种瘦硬 干冷拍出来 互相之间这种对话 都充满着一种男人气 我娶你 我是嫁人 不是卖身 你得给我句话 借你的心意 十五岁开始 每日回到我海下 这个事关注了我 今日起 我以你为乐数 所以这样的电影呢 你要喜欢它这种风格 你能接受 对于大多数到电影院 想求得一乐放松的 年轻男女观众来说 不怎么愿意接受它 这个我们要用谈恋爱比喻 就是什么呢 比方说一个女孩 稍微带点撒娇 哎呀 我今天感冒了 头疼得厉害 这李克南不理他 哎呀 我今天感冒了 头疼得厉害 这李克南来一句 你跟我说你感冒就能好啊 是不是实话 大实话 体现了一个男子汉 我就这么认为怎么的 可女孩听了会很伤心 你半点都不关心我 你说我就撒娇 你这怎么了 所以李克南电影有的时候 就是这种感觉 要么是啥呢 我没精力迎合你 要么是我根本不愿迎合你 他有关心你那心 但是外在让你感觉 你没有花言敲语 你不关心我 为什么呢 女人呢 是靠耳朵谈恋爱的 哎 就这个 跟他说什么 特别重要 那么电影观众 同样也是如此 一进到电影院 你到底哪块让我感到舒心呢 他首先得找这个东西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他心里就会失落 就会影响观影的感受 而这个师傅电影 也是一个典型的 李克南电影 最后独门兵器 不管任何兵器影响 你能不能写 你不可能写 你会留下 你会成长 你不可能写 你会答案 我会答案 我会答案 你不过